Citywalk也被称作城市漫步 和高强度快节奏的特种兵式旅行不同 它摒弃了匆匆忙忙的旅行方式 选择以一种更从容的节奏 在高楼小巷间穿行漫步 我们的记者也正在体验一次 带有老上海风情的城市漫步 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之前的外滩呢 我们可能会感叹万国建筑的雄伟 但是却走马光花匆匆而行 今天走不同今天的舞会和我 身边的小伙伴一起 从延安东路走到福州路 一起来打卡一场探秘大上海 寻找外滩地面的城市漫步 下午六点 从华商杀布交易所出发 途经庆丰大楼 大来大楼等15状上海老式建筑 外墙的历史痕迹 透光的彩色玻璃 楼道里独特的观景视角等 都在漫步过程中逐步被发现 作为一个上海人的话 事实上就是从来都没有 就想过每一个就是历史的建 历史的建筑物里面 有这么多的故事 一些事件人物的等于就是 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去了解 然后去探索 外滩这个区域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 可能是百余年之前的 这些老的一些建筑吧 他们都联在一起 那么所以呢就是说 是游客的话呢 它不需要走特别特别远的路 像一个农村的精华一样 毕城侠是这次城市漫步的领队 他告诉记者 和其他旅行方式不同的是 城市漫步节奏更慢 更加关注城市的细节 和背后的故事 团队规模也更小 大多在10人以内 所以队员之间的沟通 互动也会更多 像今天我们这条路的话 是经过了延安东路 广东路外滩 福州路 江西中路 等等等等 两个小时左右 大概整个的形成的是1.5公里 通过建筑细节里面的符号呢 可以让大家了解到 100多年前的上海的历史 城市风貌 还有当时的社会啊 经济啊 生活等等方方面面 据了解 目前城市漫步 这种旅行方式还比较小众 包括专业机构 和个人组队出游两种方式 而且其主题和形式也很多样 一个历史人物 一桩老式建筑 一个悬疑故事 都能成为一次城市漫步的主线 其中 互动性 故事性更强的线路 更受欢迎 六月中下旬那时候 其实是有一个小幅度的增长的 然后我们那时候的发团量 有时候多的话 可能会有6到7个团 一个周末 日常的周末发团量 一般是三个左右